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台湾朋友来了都是看装的像个人似的 这什么话 装的是我最好的衣服 我也是打电来 人家想着上帝是穿最好的 穿屁里挑了 穿着礼服来的 穿着礼服 所以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 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 是吧 洛乙军 文道我觉得你的朋友最好你来介绍他 洛乙军基本上现在是 我觉得是台湾中生代里面最好的小说家 最好的作家 那也是甚至整个华文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 因为他不是刚刚才拿过 就凭今天这个手上我们新鲜热辣的西夏旅馆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 西夏旅馆 拿了这个下个的《红楼梦奖》 红楼梦奖是个华文世界两年一次的一个长篇小说奖 第一次拿的就是莫言 第二次就是他了 你看他这个书很有意思 两大本吧 中间一小本 听说是删去多少字的都集中在这一小本 没错那这书呢很奇妙 我们要准确形容他跟他的风格 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很黄很暴力的作家 这本书的关键词就几个吧 乱伦奸杀 杀了在奸 然后杂交 屠杀都是这样 都是你平常想做的事是什么 对平常说这人长得像个玩具熊 写就写这玩意 你这什么呢 这是什么状态 诺大师 你 你 好 混 已经下了 对 诺大师 我现在发现呢 包括你看张大春 大春兄也在我们这里做过节目 是吧 朱天文也来过 看来不光是大陆的作家喜欢写这个色情暴力 性心理 这台湾作家更狠的 他们带坏我 本来我是一个纯洁的文艺青年 纯洁的文艺青年 而且呢 我还听说写这么多乱伦呢 什么的 尖了后杀 哈杀了后尖 过程中就写 就说你写成忧郁症了 是 是 真的吗 是写成忧郁症的吗 都对 可是又不对 那你说什么 是写成忧郁症 可是不是因为写 尖了后杀杀 不是写这个 这个只能写成抗分症 对 所以啊 他这个很有意思 我就觉得人呢 表面上看 你看 包括我也整天在这也嘻嘻哈哈 高高兴兴的 那其实你也很忧郁 对 其实大家想不到 这样的一个娃娃 我不是娃娃 我觉得你笑起来 他有两个儿子了 对 两个儿子 像是个开心果一样的人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他是个非常严重的 需要吃药的 忧郁症患者 是 现在好了 不要把我当病例 是吗 那你正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就能治好呢 这事 我也没特别 但我是写这个书的过程 写这个书压力太大了 然后就很像你那个车子的小跑车 你本来车子的那个马力或引擎 可能是可以跑到150 跑到150公里 可是你那个时候野心太大 油门吹到跑300 那跑300他就爆缸了 那是属于就等于工作压力过大 会导致 我写的时候超亢奋 我记得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因为我准备了蛮多年的这个题材 西夏这个题材 我这个 他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第一回去宁夏 就电到了 就想 被乱人电到了吗 被李源豪电到 就西夏开国主嘛 对对对 看到他坟头嘛 那个时候 那可是后来写 大概我记得我刚才 我们在台北有一群野哥们嘛 就是大家一会儿是创作的 大家在聊 当时是想写西夏 还没有冒出旅馆 西夏我也很好奇 但是我一无 几乎一无所知 你觉得西夏到底是什么吸引你呢 西夏 他当然因为我有个背景嘛 我就是这种所谓台湾 我父亲是1949年 跑到台湾去 你老家哪里 老家是 祖籍是安徽 然后我祖父那辈是跑到南京 有一个江行州 有一个长江中间 一个农民啦 他们就是我祖父他们 寂寞沙洲冷的 对对对对对 那边就是种棉花 种棉花 种一些 我后来有回南京看我大哥 他们就是一些果农 后来种 现在大陆可能这个产业 种葡萄 对对对 不错 那现在就 那你在台湾就算 那为什么 这跟西夏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对 因为 因为就就 我那个时候去 我当然我 我像大春 或是像天文天心 像我到 我是他们的老腰了嘛 小了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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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永远好像是 在他人的梦土上 好像我父亲那一辈 他二十多岁 跑到台湾去 然后他 他是别人的梦里的 他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 反共大梦的里的 他们是一群 裹挟过去的一群 活在别人梦里的 我就是在里头写 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一群 没有灼床的 他们是一群 就是像西夏 这个族11世纪到13世纪 他当时就李文浩一个建国 其实他的祖父啊 他的父亲 都是非常沉顺于北宋的 他们次姓李 也是唐次姓他们的 他们是一直是 对中国是君臣 父子之理 可是就是李文浩 就是一个枭雄 他就会觉得说 我要凭空见利 他们本来这个 党相枪是一群序幕 没有国家 党相族嘛 对 他要立国 他就创造自己的 他自己的文字 你看过西夏文字吗 他是一个非常 现代主义的文字 各个字都熟 一个都不认识 大家都说像徐斌弄的那些 他徐斌的就是西夏文字 他不是 他基本上 他这个就是现代主义的 他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历史脉络的 他是基于一个 高道的一个 一个意志 可是李文浩这个 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 他自己一个人的意志 他就 他是一个怪胎 他就 他就 硬生生的用 抓了一个 一个 汉人的详程 去 三年的时间 关起门来 就像写百年古籍 关起来 你给我把 我们这个立国 所有的文字 创出来 所以这些文字 全部是拿 汉字 凭空 就是现代主义的东西 汉字拿过来 我全部拿掌毛 那他好像是 要把 他的 从此以后 表述这个民族的 最基本的文字 他全部是 你们大汉天子 你们的世界 是一个光的世界 你们是一个 八级四合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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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帝国 长出来的一个 跟农业的节气有关的 时间感的一个帝国 我建立的是一个 序幕的 我是一个 黑影的世界 他是长毛的 然后他的表意是 全部 他进入到另外一个 奇怪的时间 可是这个组后来 李元浩是非常厉害的 他是 他有几场 什么三川口之翼 好水怪 他是靠他 很少的一个 应力 北宋那个时候 是中国一个 现代资本主义的 世界一个帝国 他当时去打 那个 西夏的时候 是向美军打伊拉克 是有 支重 是整个部队 补给的 是几十万大军过去 而且他们当时 已经发展出 一种铠甲 是 纸做的铠甲 是纸做的 所以你看 他已经科技进步到 这个地步 怪不得宋慧中 给俘虏了 这很错 这很错的开架 他只做开架 其实他是符合一个战争 他是可以防刀剑的 柔刃性强 对 可是他其实是轻装的 其实在当时 那个时候是一个 内陆式的一个 三国演义 他是玩得及 他也像 他打了几场仗 跟宋打了几场 关键战争 他全赢 然后他跟辽打 他把辽的 辽什么钟 整个打到 追到他们首都去 他跟金打 他也是都赢 他只有打 现在西藏 是没打必输 吴博士 以前是非常 军力非常强 嫖悍的 那可是 他你就特别 沉迷西夏 不 我的沉迷 就是这个国度 我本来想的一个书名 是叫 《卢烟消世的200年帝国》 就是他灭掉了 地球上 他 陈其思汉是被 陈其思汉是在 打新庆府的时候 是被 他们用弓箭射死 所以密不发上 然后陈其思汉跟他的儿子说 打下来以后 灭掉 整个灭种 就是杀光 因为他们的那个 前额是制法 对 他的成年武士 是非常好认 所以是整个灭掉 那我 那其实事实上 你慢慢的 资料都是大陆的 后世一些翻译 日本过来的 你会发觉到说 这个文明是一个 当时非常高度的 他们的佛经 我们敦煌的佛经 全部是西夏文学 他们有最好的 野铁术 他们的西夏马刀 是当时很有名的 然后他们有瓷器 瓷器在中国古代的这种 封建帝国 你必须要一个高度集中的帝国 你才能有这么奢侈的一个 烧池的皇家的代表 他也有西夏池 其实是不输当时 北宋的官窑 或是辽的池 这么高度 是很高度的一个文明 然后他们是 的建筑 他们的建筑 他也是跟 扭转过来的 大陆这边都有在讲一些 当时新庆府的建筑 他有一半是汉的天地宇宙结构 紫禁城的 可是他有一半是伊斯兰的一个结构 他的结构是天原 天原地方是很奇怪的一个构造 那可是这个族后来是灭光了 这个文明是整个不见了 那我当时当然就会有一个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这种 外省第二代的一个 我回到这个富的国度 其实现在是回到这些什么 什么都是浮云 然后朝尼玛 朝这些世界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 所以啊 是另一回事了 大陆人没有身份认同感的问题 没有 是吧 但是你看很多台湾人 他就尤其是他的文化人 他经常的都是说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对吧 没错 我还没着床呢 受惊都乱来理解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年即克机 你真是什么 你线콩墙 一年 几次 现在 省 文道 所以我想这个 就是我常常在比较 就是到底香港 台湾 马来西亚 华文学跟大陆文学 分别在哪里的地方 就我觉得对大陆文化人 大陆作家来讲 好像他们活得那么自在 什么意思呢 当然大陆经过 很不平静的岁月 但是呢 他们对于自己 是用中文来写作 对于自己是什么人 这一点 从来没有任何疑问 从来都那么的安然 从来都觉得 这是那么天然的事 但是比如说 对我们香港人来讲 我知道今天 我说任何一句话 人家就会说 你这个洋奴 你是谁 你是被殖民统治 长大的余孽 然后他台湾外省第二代 然后在台湾 现在本土势力 动不动就说 你们不是我们台湾人 你不爱台湾 那马来西亚 那个华人更巧妙 对不对 你是少数民族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中你的身份 跟你使用的语言 从来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 我对你说的 就为什么西夏也很有兴趣 我最近也是对这个相当于 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个地方啊 我很无知 但是呢 越来越有兴趣 就是说 而且你在那个地方啊 如果你了解多了呀 你会知道你要往上找自己的来历啊 其实是扑朔迷离的 好比说我是北方人吧 那什么叫中国人呢 就是说 从血统上讲 比如说 温道你没看过我下半身呢 就是我 没看过 这还真没看过 你也别让我看 我还不想看 你说你说好了 你说好了 我的腿毛啊 跟他的胡子一样 你知道吗 我回去就递光 这什么概念 我拿腿毛在你那儿 吓死我 卷的 卷的 然后你看 我妈妈的脸盘 像蒙古老大妈 我爸爸呢 实际是个深眼窝 这个鼻子带点阴沟 对对 你鼻子也还是有 是吧 罗马式的 行了 行了 原流啊 原流之这个复杂 你像最近文道 刚刚是到这个印度朝圣 这文道佛教徒吗 到印度 我就注意到 你在华夏地理杂志上 写的一个贵双王朝 对 那我对这个贵双王朝 也很感兴趣 当年在中国的西北边 相当于麒莲山的那个地方 那是他们的势力 他跟中华民族的这个关系啊 但是后来被匈奴 和那个什么乌孙人呢 一直就是赶 按说是深仇大恨 当时匈奴王拿他们的王的头盖骨 做成酒杯喝酒嘛 所以汉武帝那个时候要打匈奴 有名的派张谦 就是去找这个大悦之 就是贵少 找他们 但是他们过上好日子了 为什么他们过上好日子呢 因为最后他们待的那个地方 今天最穷的地方 什么帕米尔高原 科什米尔那个地方 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站 当时纽约嘛 对啊 就是国际货币交换中心 是啊 所以说咱们去打 说咱们打匈奴 没想到就贵少王 说我们这挺好 算了 不去哪了 哎 但是呢 佛教后来传入中国 跟这个地方啊 跟大有关系 当然 对吗 甚至于你甚至有些学者 我就看那个考证啊 为什么佛经里边讲 说西方极乐世界啊 黄金金箔铺地啊 是 后来这些年 就是英国人搞这个考古发掘啊 后来就发现呢 当年你想啊 他虽然是穷山恶水 可是他在丝绸之路上 他收这个税啊 真的是发现就是金铺地啊 就是当年 真的是富裕到这么一个 所以才大兴佛教 对 其实如果我们不了解 中亚这个历史 很难了解 今天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们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过年不是武师吗 我们中国人不是自古以来 很多图画 很多语言都讲狮子吗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 中国是没狮子的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 狮子是哪来的呢 中国没有狮子 为什么老化狮了 老说其实以前是有狮子 但这个狮子是中亚来的 以前阿富汗 巴基斯坦这家 是有过亚洲狮的 是后来消失掉 那个时候 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 什么物种都有 而且就连中国人 很熟悉的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里面的 很重要人物 龙树菩萨什么 这些都是中亚地区的 而且那个地区的黄金地段 就是被塔利班炸掉的 巴米扬大佛 巴米扬大佛 对那个地区 那个部分 那个整个区域过去 就是贵双的势力范围 而贵双人 也是一种很怪的人 他们 他们的文化 你有点像今天的中亚文化 但是有非常多的希腊影子 因为那是当年 亚历三大大帝 对 去过的地方 所以他的佛像 是建陀罗的佛像 你看那个样子 基本上像欧洲人一样 那衣服 对 那折纹都像希腊雕塑 然后他是这个偶像造像一路向东 传入中国 就变变变变变 所以说 为什么单纯要讲中国这个范围 太狭窄了 没错 人家现在很多历史学姐都讲 你要有水平的眼光 就不要一说中国就是唐总 袁明秋 当时唐的时候周围是什么 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状况 其实这样看看 你像他就看到了西夏 对吧 想到了自己这什么 这是什么外省 外省二代 欧派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 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所以你说这个事 你一想就是一笔糊涂账 但是为什么这个成为你的一个心结呢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文道讲的特好 我觉得反而就是整个 因为我还是从西方的现代小说 是一直在在当一个学徒 在这是我一个大书学大书写的一个职模 可是其实你会发觉到说 共和国或是这个中华 中华大 这个大国 它是一个对自己想象是非常稳定的 我们就算像莫言或是贾平娃 或是海少公 王爱义他们当年的那个 他们是最好的 我觉得他们是整个二世纪的 最交出最棒的一批 小说的一个地层学人 他们整批李瑞这批写的非常好 他们最大的一个叙事资产 就是他们二几岁下放文革 他们被脱离了 他们拔开他们的土壤 可是问题他们还是是在一个神州大地上 冲州撞幅 他们是在一个中国的国境内 可是问题你看看有非常多的这些 那个犹太的犹太一项 刚才讲中亚 中亚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杂交的一个阴道 一个 我们再说一遍 对不起 中亚是一个民族的一个走廊 他们一个失败 该走了 都是通道 一个暴力的游乐场 它其实太太丰富了 他们对于族群的一个离散 然后被灭掉 然后又变成混种 像刚才讲贵双 或者说他们本来你像这些国家 他们后来这些地方 他们本来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方 你后来才发现佛教的源头 后来他们全部变成伊斯兰教的 全部是变成伊斯兰教的地盘 你现在到宁下去的时候 宁下的南方全部是伊斯兰教的 伊斯兰教的子女们 他们当年是被李元浩吐杀的 他们是回湖人 所以他其实中亚是一个非常流动自由 他不是以国境的封闭为他们的一个全体想象 他们是背着祖先的 背着教义 背着犹太教的秘密传下来的一些仪式 祖先的记忆 他们是不断 所以你会看到中亚这些匈亚利的作家 像匈奴 匈亚利有个女作家叫 克里斯多 一个女作家 他写 我们台湾那时候很留意 他有个叫恶童首记 他的主人翁就是一个双生子 双生子他其实是很怪的一个叙事声音 他说我们 我们两人今天去做什么 我们我们 那后面当然就发生 匈亚利在整个二战前后的一些悲剧 他们一下又被惹曼打 又被又被后来又被斯拉夫人过来打 他是不断的被他们的认同是混乱的 混乱的过程他有一种 我们我们怎么可能 我们一定是我吧 可是为什么我们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种内在的暴力 我们有一部分的我们是 匈亚利人当时是整个欧洲国度里面 唯一的亚洲人 他们是唯一里面的基因的 他们是姓在名字前面的 他们是基因里面是亚洲人的基因 是亚洲人种 可是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被赶过去了 就被我们大汉天会赶过去 他就变成那边成立了 然后慢慢都进入到 后来民族国家一形成 他们也一个国家在那边 那这边更多像这些的东欧 或是这些吉普赛的这些 他们有非常大量的 像苏之 像他们有一些小说家 是非常 其实像卡夫卡他们这些 像伊旭曼他们这些 写犹太的这些流亡的经验 他们是非常成熟 非常世故 非常幽默 而且非常悲痛的 那你看像鲁西迪或是 他们这些印度裔的后的作家 他们当时被这种航海 大航海 他们移到加勒比海 他们的祖先的溯源是一个 全球当时的航海的一个 庞大的一个 一个各地的产业 殖民帝国的分配 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作家 这么多的作家 可是我们却好像在20世纪的一个小说的过程 没有形成一个这么大型的 刚才你们讲 离散到边界之外了 你已经离开人的边界 你从此变怪物了 刚才讲 离汉入湖 对 脱汉入湖了嘛 你其实像我 我后来也不理解 我算是 我是在被他们说 中国猪滚回去 滚回去是哪 滚回你们的大陆这边 在台湾有人跟你说这个 不是有人 台湾满多的过去的一个情绪嘛 那他们的情绪是什么 他们是确实在清朝的时候被割给日本人了 他们的嘱咐是学日文 是很典雅的日文 可是突然国民党过来了 全部不准了 全部你讲日文的 全部后来就有一批 四几年的一批小说全被禁了 那他们当然就 可是你中国猪滚回去 我滚回哪里去 我滚到一个 我觉得这是富的一个 一个我刚才讲 物中风景的一张照片 它就像西夏了 或是它就是一个旅馆 它是一个乌游的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不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如果 大陆的读者 或是大陆的 他会有 感谢观看 不过 对 百分之 是 不我 游主 词